今天接着来聊9月份的彩妆爱用品的下集的部分 睫毛膏 这两支是我最近用到最多的两支睫毛膏的产品 一个是日本的品牌恋爱魔镜 这个也是开架式的 然后价格也是比较 价格不太贵 然后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这一支是我大概从它出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就开始 然后它每年会出一代新的 它叫做Lash King 然后我一直用到现在 这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最新的 这是几个月之前我去台湾的时候买的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刷头 Lash King它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它是这种睫毛膏的纤维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就是里面满满的全都是纤维 所以说在你把这个睫毛夹好的情况下 然后呢大概刷一层到两层 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长 就如果说你刷的方法正确 然后它也不会让你的睫毛因为有重量而变得塌下来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亚洲人的这个睫毛就天生是不太卷翘的 所以说在我们刷了这个睫毛膏它膏体比较重的情况下 可能过一两个小时睫毛就整个塌下来 但这支就不会它定型的效果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推荐给大家 然后另外一支是hr就是赫莲娜的它叫做Lash Queen 这两支很搭 一个是king 一个是queen 然后呢这个Lash Queen也是一样 它每一代我都用过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这个是少数的欧美的品牌 我自己会这么经常用的 因为大多数欧美的品牌 我觉得它们的膏体都过于湿 就是里面的水分比较多 让它的膏体比较重 那我们用它的睫毛就会很容易它不太有卷翘效果 但是唯一这一支我觉得不会 然后呢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浓密 还有纤长 然后刷头可以看一下 跟这个MJ的这个睫毛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没有那么多的纤维 但是它用起来的话 就是你用一层像涂了三层的效果 非常浓密 然后呢非常漂亮 然后最后一个搭配睫毛的产品 就是Clarence的睫毛雨衣 它叫做Waterproof Seal Lash and Brows 就是它可以涂在睫毛上 也可以涂在眉毛上 然后它是完全透明的 然后呢附带一个这个刷头 那用法就是你在涂完睫毛膏之后 等睫毛膏干了 然后涂一层这个透明的保护层 然后它就能够让你的这个睫毛 更加的持久 也不太容易晕染到下面 接下来是眉毛 我自己的眉毛其实就比较简单 其实眉毛的产品有很多眉笔 染眉膏 然后眉粉 眉胶啊这些的 那我自己用的 因为我眉毛是比较淡 然后呢毛也很少 所以说我自己常用的 其实就是主要是以眉笔为主 然后呢这一支是 我最喜欢的眉笔 就是植村秀的这个 传统型的这个眉笔 然后呢它是这种专柜的 专柜的人会帮你削成这种 砍刀形状的 然后呢这个也是它 植村秀这个品牌出眉笔 它最最original这个理念 因为它做成砍刀状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侧面 非常非常的窄 所以在你画眉毛的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容易能够画成这种 很细很长的这种线条 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用这个产品 虽然说他们植村秀后来就是在今年 有推出一个做成这种细细的 扁扁的一个旋转自动眉笔 可是那个眉笔还是不如这一支好用 因为它的这个上色度啊 然后呢它这个笔心的软硬程度 都不如这个植村秀的好 植村秀这支眉笔呢 它的这个硬度我觉得也刚刚好 它上面写了Hop9 它们好像也有分不同的硬度啊 这个Hop9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 其实最好不要让这个眉笔的笔心太软 就是跟眼线笔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它比较软的话 相对来讲上色就比较重 那就很容易画失误 就是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 颜色上色其实淡一点会比较自然 那我觉得植村秀的这个硬度是最好的 然后这支我常用的色号是05 大家不要看错了 很多人看色号是看这里 这个其实指的是它的这个笔的硬度 然后它的色号是贴在这边一个透明的标签上面 写了很小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字05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一个亚麻灰色 如果说你的发色是没有染过头发 比较深比较偏深或者说是深棕色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个颜色 那在眉笔颜色的选择上面最好比你的头发的颜色淡一点点 但是是同色系的最好 那我发现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肤色和发色来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眉毛的产品 是日本的开架式的品牌 其实这个品牌我一直不确定它的它的全名叫什么 然后呢我在网站买的时候它的品牌叫BLC之类的 我会把这个产品的信息都放在下面的这个文字描述的这个部分 那这支笔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它是双头的 就是一边是眉笔是可以旋转出来的 然后呢是不用削的这个眉笔 是很细的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这种亚麻棕色 可是这个颜色比刚刚刚讲到的那只孙旧的那个笔要颜色深很多 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画眉毛的方面对笔触的控制比较好的话 就是能画的比较轻 那就可以用这支笔 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不太有自信去画眉毛的话 最好就从笔心硬的眉笔开始练习 那这个笔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它的另外一边 它是液体的 是有点类似像眼线液一样概念的这个液体眉笔 然后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就是它可以画出来同色系的 就是有一点点亚麻色的这种液体的一条一条的这个线条 那它是用做什么用呢 它是用来画假的毛发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眉毛是非常稀疏哦 就像我一样那或者说你的眉毛有空缺 可能在眉尾眉毛中间或者是眉头的地方 这个毛比较稀疏 那你想增加它的密度的话 那这种最怎么讲 最自然的画法或者说最高级的画法 其实就是画几根假的毛上去 其实我的眉毛今天就是有用这两个产品去画 来增加点它的密度 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呢 经常是做这种beauty shoot 就是说这种大家看到像杂志拍摄的一张脸很大的这种美容片 或者彩妆片的时候 因为镜头拍的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说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非常的完美 包括每一根这个毛发 每一根睫毛都要看起来没有瑕疵 那我就会经常用到这样一个产品 然后一根一根的画上去 或者说补上去这个模特的眉毛 出来的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如果说你平常有在照顾你的眉毛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这样的一个产品 最后一个我们就介绍一下唇部的产品 就是唇膏 然后这个产品其实我的前几天微博上面有介绍过 然后也是我自己刚刚用了不久的产品 但是我非常喜欢 然后它是亚世兰带的 这个新出的一个唇膏 好像也不是很新 有一阵它叫Pure Color Envy Shine 就是它很像跟Chanel之前出的那个Lip Shine 非常非常像 就是一个滋润版的 有一点点光泽的唇膏 我今天使用的就是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比较自然的这种蜜桃橘色 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颜色 那这个色号是330 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 它不挑肤色 尽管有的人肤色可能偏黄 你也可以用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偏黄的橘色 它是一个比较暖的偏珊瑚的橘色 所以说其实用起来气色是会比较好 非常非常日常和实用的颜色 另外一个颜色是比较亮的霉红色 就是这种比较浓郁的粉色 色号是250 就是这个颜色 那今天我自己用的用法呢 我是把刚刚的橘色整个唇部用 然后呢把这个颜色 把这个粉色用在中间 然后呢把两个颜色的 这个渐层的部分晕在一起 就是我现在嘴巴上这个颜色 就是它可以用的非常非常自然 那这个唇膏好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的滋润 有很多人在用唇膏的时候 很担心它的颜色太过雾面 然后呢画起来容易失误 或者说看起来不均匀就脏脏的 但是这一支就不会 它是有一点点唇部保养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用到任何唇部打底 或者是润唇膏打底 尽管你的嘴巴是有破皮 或者是有干裂的情况下 用这个产品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它也不会卡在唇纹里面 然后它持妆度也不错 补妆也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日常你可以放在化妆包里面 随身携带的一个很好的补妆的产品 加上它也有一点点滋润的光泽 看起来这个嘴巴就比较饱满 然后会比较水润 然后最后一个我才刚刚想到想要介绍的是一个Lip Balm 那这个Lip Balm就是一个比较多功能的 它的品牌是MECA MECA就是一个在悉尼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一个 一个一个综合的卖彩妆品牌的一家店 然后呢它就是MECA的品牌出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Lip Balm 但是呢它带有这个防晒 有SPF25 这个非常非常棒 我自己在找这个Lip Balm 唇部保养的产品的时候 我都会找这种有防晒系数在里面的 因为我们平常在化妆还有保养的时候 出门前你都自己会注意在脸上身上涂防晒 但很多人忽略的就是嘴巴部分的这个防晒 如果嘴巴的这个防晒没有做好的话 它一样会有干裂老化 唇纹色素沉淀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一部分 那这个Lip Balm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不光有防晒 你看它里面的这个颜色 它有一点点粉色的Tint 有这个润色在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懒得化妆 只是想增加一点气色的话 就把这个润唇膏涂上去 然后它就会让你嘴巴粉粉嫩嫩的 然后又不会颜色很重 所以说补妆也可以用这一罐 然后呢平常出门当做自然的一个唇色 也可以用 甚至你晚上睡觉前想当做一个Treamin用 也都没问题 然后它也很滋润 味道是有一点点花生的味道 还挺香的 好这些就是我9月份所有的彩妆的爱用品 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或者下次还想看到哪一个部分的产品介绍 也请告诉我 那今天提到所有的产品信息 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这个文字的部分 所以呢请你screw down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产品信息了 那告诉我你们想看什么 然后我好好考虑一下 下一期要录什么样的主题 谢谢拜拜 拜拜